Youtuber艾莉莎莎平时虽然忙于工作 仍不忘与粉丝们分享自己的日常生活 日前她在IG限动透露自己最近寻麻疹复发 每天晚上都养到难以入睡 所以第一时间就先去看了西医 领了七天的药 她提醒最近和她接触的人 自己近期的精神状态可能不太好 因为寻麻疹的药有副作用 会让她整个人很疲惫 所以和大家见面的时候 都会是半睡半醒的样子 也希望大家多多谅解 爱丽莎莎坦言自己最近经常失眠 一直到早上六七点才能睡着 整个人变得很没精神 因此前往综艺馆就诊 她晒出了正在拔罐的影片 无奈直呼真的是多灾多难 综艺和西医都要看 还附上崩溃大哭的表情符号 来表达她此刻的心情 让粉丝们纷纷心疼直呼 希望莎莎照顾好自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